哈喽大家好 我是谢成贵 你的人情故事集 这个说起宫斗这事啊 估计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十多年前 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叫甄嬛传 那里头那戏说实话都拍没边了 说实话我特喜欢看甄嬛传 您别看啊 那个了解我朋友都知道 我这个历史啊是雍正传开的萌 按理说呢 这甄嬛传呢 这个我也知道它都是胡说 但是为什么我喜欢呢 一是这个我觉得剧情拍的好 第二呢 我认为啊 这个所有从事历史行业的都应该感谢甄嬛传 为什么呢 它至少让这历史就是出了圈了 对吧 这个怎么说呢 你说这个要真跟你说 这个雍正是谁 这个年这个年飞是谁 您可能不爱听 但是呢 我要您要看过甄嬛传呢 我跟你说 您知道这个甄嬛传吧 甄嬛传里头有一个雍正啊 四爷有一个华飞 您这有了形象之后呢 我再说哎 其实这个华飞啊 历史上给雍正生过四个孩子 您这就爱听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甄嬛传这种东西还是还是有它可取之处的 人家也说了 这个本来就是编 您要把这个当做这个学习历史的来源 那我只能说这个不能怪电视剧 是怪把这帮这帮人啊 可能是脑子稍微的欠点啊 但是咱说实话 这个甄嬛传里头拍的毕竟都是编的啊 历史上的虽然也有宫斗这些事 但是呢 甄嬛传啊 有点小家的气了 哎 就跟那半公尺正直似的 今儿呢 我给您讲一个这个清代宫斗的故事 您看看这个真实宫斗到底什么样 这事呢 发生在咸丰点间 咸丰三年啊 公元1853年 您要之前听过节目就知道了 那会儿这太平天国啊 就长毛贼啊 刚好把南京打下来了 这边南京打下来了 哎 不要紧 北边的这皇上该干嘛干嘛呀 心里头呢 得了一位叫梅长寨 这个梅长寨啊 长得挺漂亮的 娘家呢 是内务府整皇旗的叫徐家世 这个名啊 这徐家世 您一听啊 就知道他是汉人 抬得齐 进的这个满人啊 您看这个包括这个清朝 有什么马家世 魏家世 这徐家世呢 也是啊 这么来的 有钱啊 从小呢 也是骄生惯养 清代啊 有规定 凡是这个进宫伺候的 甭管您是什么宫女啊 还是嫔妃啊 都得是齐人 像这种名门望户呢 最好 这徐家世就这么进了宫 进了宫的这个徐家世呢 那就被咸丰看上了啊 由那宫女呢 直接进风为常在 又过了一年 没等这徐家世怀孕呢 就把他封为贵人了 贵人这个位分已经很高了 仅次于贫啊 这两次啊 都属于是月籍进风 刚说了啊 这个从小是娇生惯养啊 这一受宠呢 就飘了啊 就什么打骂宫女啊 跟这太监没来眼去啊 包括四处招别的宫的事啊 都干 这个贤丰听说之后呢 就把他从这个贵人呢 贬为了官女子 什么叫官女子呢 就是能陪皇上睡觉的宫女 没有地位 这徐家世这回老实了 但是呢 不甘心啊 那怎么办啊 这怎么才能重获圣心呢 有主意了 哎 俗话说的好啊 这想得到男人的心啊 先得抓住男人的胃 这徐家世啊 就开始苦练厨艺 很快这机会就来了 有一次这贤丰皇上啊 在后宫溜达 哎 无意中就闻见了一股香味 找来找去 就找到这徐家世那宫里去了 见记一瞧 呵 正跟那做饭呢 像他这种地位的 这个女人啊 没人伺候 都是自己做饭 这个贤丰皇上一进门 就被灶台上 蒸的那个包子 吸引了 哎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纳闷啊 这皇上没出去啊 是不是 包子都没吃过 您别说可能还真没吃过 为什么呢 皇上自打登基之后啊 这个吃饭这事特别有讲究 这个您看这皇上这个面前好几百道菜啊 一百多道菜 几十道菜 对吧 您这个皇上不能一上来就吃 有一套规矩 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 叫长菜 专门长菜 有个小太监 每道菜都得长够了 看看有没有毒 您这饭都得了 端上来热气腾腾 这小太监一个一个长 长完以后跟旁边站着 哎 过了一会儿 这太监你看没事了啊 行了皇上才能吃 那会儿的菜早凉了 对不对 皇上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正因为这样呢 给徐家世机会了 这咸丰皇上一看 火热食 这好啊 馋了 一口气啊 吃了仨包的 心满意足走了 徐家世呢 因此又重新获得了芳心啊 就又被封为了贵人啊 不久后呢还怀了孕 这个梅贵人啊 凭借征包的上尉 在后宫呢 自然遭受了很多非议 除了在这背后 指指连点之外啊 更多的是想学习他这个 怎么征包的技巧啊 也能得到皇上的胃 可甭问是谁吧 都做不出来 他这么好吃的包子 渐渐的呢 这咸丰皇上 去梅贵人那的次数 就越来越多 甚至连吃饭啊 都不爱吃御膳房的了 非得吃他那包子 这事那就把御膳房 可牵扯进来了啊 每年这御膳房啊 从皇上牙缝里 能得到不少好处 梅贵人这么一干 那是断了他们的财路啊 御膳房那个掌扇太监 老王啊 咱就叫他老王 就开始琢磨这对策了 这梅贵人啊 毕竟是主子 您肯定不能来硬的呀 于是呢 这老王就想了他一个好朋友 老张 这老张呢 是易贵妃啊 宫里的太监 请他想办法 把这个梅贵人 那个包子偷出来 看看到底怎么做的 咱在这儿给介绍一下啊 这老张是易贵妃 宫里养狗的太监 这易贵妃呢 日后就是著名的慈禹太后 这会儿啊 易贵妃已经生了 皇长子宰纯了啊 宰纯呢 从小就哭 太医没招啊 就说这个皇子呢 可能是被这个鬼怪吓着了 宫里养头狗就好了 哎 养了一条狗 让这个老张一管 哎 果然这个宰纯就不怎么哭了 这老张呢 就专门负责养这狗 他跟这狗忒熟了 谁喂的都不吃啊 这也是一个伏笔 易贵妃呢 这会儿也心烦 本来皇上就一个孩子 对吧 争处没有竞争对手啊 对吧 未来自己这太后稳固啊 是不是 这个如今这玫瑰人 这肚子一天天大了 他呢 也想除了这个玫瑰人 于是乎一场精彩的大戏就开始了 有一天啊 这个玫瑰人 这包子刚坐得啊 突然进来一条大狗 窜进来了啊 叼了一包子就跑 那这个肉包的大狗 肯定没有回头的呀 事发太快 也没人反应过来 缓过车出去追的时候 狗早没影了 咱在上帝视角都知道 这狗啊 是易贵妃宫里的 这狗真听话 老张让干嘛就干嘛 叼了包子 跑了也不吃 完整的就把这个给老张了 老张呢 转手给了老王 老王得了包子 特开心啊 也甭管这包子 是不是狗吃过的了 张嘴就咬 一这一咬啊 啥了 这包子确实忒好吃了 要不是有任务在身 我得咋么咋么滋味 是吧 这老王就能一口气都给吃了 缓过神来啊 他就开始研究这包子 没什么区别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猪肉大葱 猪肉白菜这种馅的呀 这包子皮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对这包子啊 研究了一宿 他也没发现什么 硬是头皮仿制吧 试了几回 这也是猪都杀了好几头了啊 也没做出来这个相似的味儿 得了 还是自己本事不够 出门访去吧 于是呢 就撒出人去了 饶着北京城 找这个包子的配分 那段时间啊 这老王天天带人出去吃包子去 只要您家里的卖包子 进门就吃 后来听这包子这俩字就想吐 但是呢 这个功夫不负有心人 有这么一天 这老王啊 来到一个二婚铺 所谓这二婚铺啊 是过去北京城的一种小饭馆 喝酒回煮 东西不贵 走量 老王呢 一进门呢 就问 咱这有包子吗 掌柜都说 那他有了 上几个吧 您尝尝 一想包子 恶心啊 硬着头皮一吃 呦 清醒了 这家二婚铺里卖的这包子啊 跟这玫瑰人 现在没贫啊 做的那味儿一样一样的 老王就赶紧问 呦 您这个太好了 您这包子 您能不能把这包子配分给我呀 过去啊 家家饭店有秘方 对吧 那都是镇店之宝 秘不外传 掌柜的一听 要这包子配分 当时这脸就搭来了 表示这店我可以给你 但是这配分不能给 老王没辙 你不能抢啊 走吧 人家老王可是宫里的啊 地面上有势力 找到这顺天福尹啊 这个找了几个差人 说是这个二婚铺里有客人 跟你这喝酒喝死了 对不对 把这二婚铺给查封了 老王呢 就进后厨 开始找这配分 进了后厨 哎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啊 就发现了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 傻了 大英格 老板啊 这是把大英格磨碎了 掺在馅里头 哎 难怪这包子这么好吃 当时这中国人已经知道了 大英这玩意儿啊 不光能上瘾 对健康有影响 坑人害命 老王看这大英格也慌了 您这包子跟玫瑰人 玫瓶那做的差不多 难不成 玫瓶那个包子馅里头 也掺了大英格了 还给皇上吃 说清了 这是妖术媚主 往中了说 您这就是刺亡杀架呀 是不是赶紧回去向这 咸丰皇帝回报 咸丰一听大怒啊 下旨就训斥了这个玫瑰人啊 念他有孕在身 只是把他进了族 不让他出宫门了啊 也没让人伺候他 但是呢 没动大行 等着生了孩子再说 玫瑰人就这样啊 又一次从这个云彩园里头 掉这山渊里了 后来呢 生了一个皇子 叫敏郡王 但是呢 这敏郡王是后来加封的 因为这孩子生起来不到一天就夭折了啊 不过这会儿呢 咸丰皇上早就冷静了啊 念这个玫瑰人丧子 对吧 不忍心再次惩罚啊 给他进了一个瓶位 就叫梅瓶 只不过呢 后来就再也没去过他宫里头 后来这个梅瓶呢 在光绪年间去世 死后追封这个玫瑰妃 他本人这个晚年特别悲凉 特别气凉 死后加封啊 那是做给活人看的 他自己一天福都没想着 大家可以查查这个清空档案啊 像这个徐家世这种大起大落的 这么跌宕起伏的后妃 整个有亲一代几乎没有 放下他的事不提啊 说回这故事 包的事件之后没几天 这咸丰皇上呢 就开始啊 不再吃别人送的东西了 只吃这御膳王送的菜 老王这回顺心了 但是他这朋友老张就不太顺了 怎么回事啊 这个事件出现后 时间不长 这个老张的外出财买 走河边不小心啊 淹死了 老王是他好朋友啊 那送他最后一程吧 这太监的命运啊 特别悲惨 死后也没人发送 除了这老王来送之外啊 就他生前养那条狗跟着 老王看见狗 哎呦悲从中来 心说这个老张一死 这狗没人喂 姑爷得饿死啊 从哪找了块肉 就想喂给这狗吃 谁知道这狗啊 叼着肉不吃 跑到后宫的某一个角落 开始刨地 老王以为这狗是藏食 是怎么着啊 过去一看 地里头有一个 已经快看不出来的包子 老王当时五雷灌顶 明白了 这一切啊 就是易贵妃在背后指使的 易贵妃呢 一直在等着时机 知道你这御膳房 比我先绷不住 对不对 这一手啊 慈禧太后垂帘听证之后 特常见 为了干成一件事 先忍你三年五年啊 三年五载 没事 慢慢的 你比我先绷不住 他特别擅长这一手 等这御膳房来找自己吧 找来以后 就让人准备一个 掺了大烟壳的这种包子 把玫瑰人偷的那个包子啊 偷粮换动 给掉了包了 后来这老王找的那个二婚铺啊 我个人认为十有八九 也是慈禧有意安排的 要不然哪那么巧啊 是不是 再往后事就简单了 举报 掺读 对吧 玫瑰人倒霉受惊吓 生老儿子 生孩子也保不住 对不对 保住了 皇上也不会立他为太子 谁让你妈有前科呢 对吧 自己呢 就坐稳这个宠妃之位啊 孩子还能继承大统 这说实话 慈禧除了斗这个玫瑰人之外啊 还有一次事也特狠 就是他斗另外一个 贫位的一个妃子 那妃子呢 经常就是没事闲的 就皇上老叫他过来 一块陪着自己理政 说是陪着自己理政 就是自己在那看折的 然后呢 跟这位逆呼逆呼 就经常有这种 清朝的后宫 没咱们想的那么干净 您知道吧 这种后妃啊 陪着皇上一块办事 非常多 这慈禧后来呢 看不过去 连联合这后来的慈安太后 把这小子也给弄了 这这事也特逗 回头再跟您说吧 反正帮我怎么着吧 这老王想到这一身冷汗啊 第二天辞职不干 回家忍着了 说实话啊 宫斗这玩意儿啊 历代都有 对吧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 还是那句话 不像电视剧里演的 跟办公室政治似的 他是跟官场斗 那种正式的政治斗争 男人之间的差不多 不出手则已 你出手 那就必须置人于死地 要么他晃过劲来 我就该死了 对吧 而且呢 是步步为营 只要你是一步陷进去 那绝不可能善终啊 而且这牵连一般都不小 像这次攻斗 那无辜的那老张 那这不就养狗的吗 对吧 那也得被杀人灭口 一个包的背后 隐藏这么多机关算计 那也是挺精彩的 得了 关于这个慈禧公道啊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我是先生会 你的人心故事机